週三上午,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宣布,加美邊境將關閉所有不必要的旅行。聯邦政府預備花費820億,佔加拿大GDP3%的數額來緩解因疫情引起的經濟危機。 同時,加國已經對大多數非公民關閉了邊境,國際航班改航至四個正在加強檢查的機場,並且規定返回加拿大的旅客要進行行業。 同時,省政府將被賦予多項重大權力來調配緊急狀態下所用物資及人力資源。同時,省府宣布了禁止倒賣必需品,不得囤積十四天自我隔離,以減少全球疫情蔓延。 緊隨其後,溫哥華市、三角洲市等各級市府正計劃宣布市籍緊急狀態。高桂林市府宣布將關閉所有市政設施直至另行通知。 省衛生官員下午更新了武漢肺炎最新情況。 同時,為減緩病毒傳播保護民眾,省首席衛生官已經發佈。 發出指令、限制出行、禁止大型集會、禁止酒吧和夜總會營業、要求餐廳保證社交距離以及中小學無限期停課。 截至3月18日,加拿大新增129例武漢肺炎病例。全國確診已達72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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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